她叫刘洋,今年30岁,来香港五年了。 她工作的地方就在市中心,她每天走路上班。 她的工作很忙,经常要忙得很晚才回家。 她正在工作,她在用电脑打字。 她戴着一副黑色的眼镜,现在已经晚上11点半了,她还在加班。 她必须完成工作才能回家,这份工作对她来说很重要。 工作不忙的时候,她喜欢一个人去散步。 她走过一片树林,今天的天气很好。 她也喜欢一个人爬到山顶去看日落。 站在山的最高处,看着远方的日落,她真的美极了。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中文老师丹。 刚才我给大家讲了一个关于刘洋的故事。 她来香港已经五年了。 其实我来法国今年六年了, 所以我来哪里哪里几年了。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句子。 比如你在纽约生活, New York,你可以说 我在纽约工作五年了。 或者我在纽约生活五年了。 你也可以说 我在纽约学习五年了。 当然,你还可以说得更具体。 你可以说 我来纽约上大学三年了。 我很喜欢这座城市。 刘洋的工作很忙。 她一直在工作。 你的工作忙吗? 如果你是学生的话, 你的学习忙吗? 所以你可以说 我的工作很忙, 表示你有很多工作。 你也可以说 我的学习很忙。 有可能是你有很多作业。 还有什么方式 可以来和别人聊生活呢? 我们还可以说 生活的节奏很快。 生活的节奏很快 是什么意思呢? 它表示 你做什么事情都要快。 比如你要早一点起床, 快点去上班, 快点去上学, 快点吃饭, 快点下班, 快点去见朋友, 快点睡觉。 有的时候你没有时间休息, 也没有时间去旅游, 更没有时间看一本书。 这就叫生活的节奏很快。 我觉得法国的生活节奏很慢, 和中国不一样。 在故事中, 刘洋喜欢一个人去树林里散步, 他喜欢一个人到山顶去看日落, 或者日出。 你喜欢做什么呢? 你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做什么? 我一个人的时候喜欢看书, 或者看电视。 我也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画画, 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你已经学会了, 说我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做什么。 现在让我们来学习, 我喜欢和谁一起做什么事情。 比如, 我喜欢和我的家人一起去旅游, 我喜欢和我的朋友聊天, 我喜欢和我的孩子一起画画, 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文课,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